字幕視頻 我先跟大家講大家放輕鬆 大家覺得法律一定是一個很無聊的東西 所以我們今天就實力聊聊 透過比較有趣跟好玩的方式來講解法律 現在來跟大家講一些基礎法律知識 所以我們要先理解一件事情 為什麼要兩解法律 教大家一個確保大家一個好方法 就是現代科技當中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對話 對話它是可以做的證據 酒家是現在這個社會上最不能接受的事情 因為太多太多人因為酒家走掉 那我們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這件事情實際上在法律上怎麼看待這件事情 基本上你酒家有三件事情 你一定要有駕駛行為 你要有交通工具跟你要喝酒 所以拜託大家就是真的只要喝酒 真的就真的就打劫駕 所以緩急跟緩急書都有講笑 但是如果你今天認識定店 然後被拔金 就即便是一顆拔金 他都是前科 但是前科我覺得也要大家也不要這麼怕 不是每一個前科都是 故意犯罪的前科才是可怕的 那我問大家 就是這樣還可以這樣 你為你罵克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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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本身體感覺是不是弄�� 好 你不爽 罵 LockT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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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O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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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或是你被罵別人說你打假球 那個不爽程度不太一樣 為什麼 因為誹謗是什麼 簡單來講他就是處理毀損他的名譽的事 所以我跟大家講 一個是人格一個是名譽 所以對事不對人 就會盡量不會色情犯 所以這大家一定要處理到